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Frank 网上也叫于胖 在今天的视频里面 我跟大家讲一讲 办理加拿大旅行签证的一些注意事项 签证是用来进入这个国家 用来入境的一个法律文件 那么加拿大的法律 对于入境这件事情是怎么定义的呢 它其实把所有入境的人分成四种 那前三种人是不需要办签证的 他们是可以无条件的入境的 那么这三种人是什么人呢 第一类人是加拿大的公民 第二类人叫做注册印第安人 这其实是一个历史 因为北美的土地原本就属于印第安人 所以在加拿大境内也有些存在大量的印第安人 我们称之为原住民 在法律上来说 他们并不属于加拿大的公民 他们有的证件叫做注册印第安人 所以他们凭借着证件也可以进出加拿大 第三类人是加拿大的永久居民 也就是持有枫叶卡的这样的一个移民 这三类人在入境的时候 他们只要展示自己的护照或者证件 他们是可以无条件的进入的 无条件的入境的 像有些因为疫情期间 有些国家甚至限制自己的国民返回自己的祖国 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完全无法理解的一件事情 在加拿大你只要是这三类人随时都可以进入加拿大 那第四类人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讨论的 就是作为一个外国人 那么你要入境加拿大的话 需要办理签证 或者说需要办理什么类型的签证 那在加拿大的法律里面 这个外国人其实也分三六九等 那有些外国人他并不需要办签证 或者这是我们常说的叫做免签国家 那有些国家他需要办签证 那我们来仔细看一看 这三六九等到底是怎么分的 那第一类人哪些人是完全不需要签证的 第一类人是英国女王以及王室成员 他们入境的时候是不需要办签证 也不需要申请任何其他的特殊的文件或者证件 第二类人是美国公民 因为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 所以美国公民他只要持有一份特殊的驾照 只要用驾照就可以在陆路进出美加边境 那第三类是一个特别特殊的地方 叫做圣皮埃尔和米克伦 这个地方在哪里呢 在加拿大东部的两个小岛 这岛上有六千人 然后那个岛 这个岛上的这个区域 其实是被定义为是法国的领土 所以那个地方是用欧元的 然后也是说法语的 但是它整个范围其实都在加拿大的海域 也被加拿大的陆地所包围 所以他们的居民进出也不需要办理签证 这个是我们说的第一类 第二类加拿大定义了一个比较长的清单 在这个清单里面的国民呢 它是免签的 这个清单主要包括一类是英联邦国家 第二类呢是欧盟 第三类呢是一些像日本韩国澳大利亚 这样的一些发达国家 那这些国家的居民呢 他入境加拿大的时候呢 是不需要去在护照上面贴一个签证的 他们只要在网上申请 叫做ETA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像一张纸一样的 网上申请ETA 只要输入自己的基本信息 基本上五分钟左右 就可以出一个电子签证 你入境的时候呢 拿着护照和这张纸就可以入境了 那比我们交一大堆材料去办签证 要容易的多了 那第三类呢就是非免签国家 那就是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 那需要办理签证的一些国家和地区 你需要提交材料到大使馆里面 然后呢在你护照上贴上一张 跟护照一样大的Visa 叫做签证 那这是三种不同情况 今天我们重点讲的是第三类 就是当你需要办理签证的时候 需要怎么办 那其实我们常说到加拿大来 需要办一个旅游签 那在从法律意义上的 从正式的说法来说呢 这个签证呢叫做Temporary Resident Visa 就是临时居民签证 或者我们可以翻成短期居民签证 访客签证 临时居民签证 但是呢旅游签呢 它其实只是一个民间的 这么习惯的叫法 严格意义上呢它叫TRV 那对于一个访客签证 我们说你不是公民 也不是永久居民 作为一个访客的话 你来加拿大的目的其实很多 很大部分人呢是来旅游的 有的是探亲 有的是商务 有的那是来考试的 有的是来开会 有的人来上学来工作 甚至有些宗教组织 组织传教士来传教 包括投资考察移民面试 打官司生孩子等等等等的 其实来作为一个临时访客 来加拿大的目的 它可以很多 它可以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目的 你都可以来 那所以说呢 除了我们常说办旅游签证 有的人说呢 我是不是要办一个探亲签证啊 或者说我是不是要办一个 其他什么样的商务签证 在加拿大的法律规定里面呢 其实并没有把这个签证画的这么 这么仔细 这么详细 那加拿大的也没有所谓的呃 旅游签 所谓的商务签 严格意义上来说呢 都叫做TRV 那么在这些这么一大长串的目的里面 其实只有两类 两种类型呢 是需要申请许可的 就是你不是比如说我可以来旅游 我可以来看病 我可以来经 我可以来开会 但是呢 当你来学习或者工作的时候 你就是要申请许可 我们叫做Permit 所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学签和工签 那这是里面具体的一些区别 那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来加拿大 有的人是申请Visa 有的人呢申请大签或者小签 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面其实包含了两层概念 我们来看这个图啊 所谓的小签 小签就是贴在护照上的那张五颜六色的纸 一张有防伪功能的纸 小签呢就是我们常说的Visa 在小签上面呢 它会有专门注明你是一个访客 有些时候呢 如果你申请的是学签工签 它会写你是一个student或者是一个worker 那这个小签其实是用来进入 就是你在入境的时候 你必须提供说我有一个有效的Visa 但是你入境之后 如果你入境的目的是学习或者工作的话呢 你还要申请一张像A4纸 我们叫做其实是letter size 就是一张信纸这么大的一张纸 这张纸呢我们叫大签 其实加拿大在申请签证的过程中呢 很多事情都是靠法律来约束的 或者说其实它是有一个具体的法律依据的 那在我面前呢 这个呢其实就是一本加拿大的移民法 这个法律里面呢 这本法律里面呢详细规定了什么样类型的人 他可以获得加拿大的旅行签证 或者说我们常说的TRV 那PPT里面写了加拿大移民法第20条 第一款它规定了临时访客签证的法律定义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一点 就是你来加拿大的这个目的和意图 它是临时的 那也就是说你完成了你的访问和旅行目的之后呢 你最终是会离开的 那么这个呢 这一点其实是签证官在判断是否给你签证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依据 那当我们知道了这个法律的依据和基础之后呢 我们就再来看一看 要成功的获得一个加拿大的TRV 或者说成功的获得一个签证 你到底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那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TRV呢 它是Temporary的 它是一个临时的意思 那这个临时呢 它所表达的其实是一个意图 也就是说 不管我来加拿大只是开三天的会 还是我来加拿大上学 我要留学 我要待三年 这个意图其实和你的旅行的目的 和你待的时间长短并没有关系 而是你不管来多久 你始终有这个 你的意图始终是一个临时的 因为我来开会也是临时的 我来上学 上完学始终也是要回去的 这个目的 你来的这个意图 其实就是一个临时的意图 那也就是说出现目的 包括停留时间并不关键 关键的是呢 你要证明完事之后你是要回去的 所以呢 这里有两个法律上的关键术语 第一个呢叫做Tires to Home Country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你跟你的祖国的联系和纽带 到底有多紧 你跟国家 你跟你的祖国 有千丝万里的连续 你必须得回去 那第二个呢是说 Intent to leave Canada at the end of the visit 在你的旅行结束之后 你离开加拿大的意图 这两个呢 其实是讲的是一件事情 但其实在我们处理签证的过程中呢 它也还有一些细微的区别 在我讲申请签证的一些 关键的注意事项之前呢 我首先要讲一个事 叫做移民倾向 很多人办签证之前很紧张 说哎呀我要是有移民倾向怎么办 这个签证官会不会因为我有移民倾向被把我给拒签了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往往是以讹传讹的一个结果 因为美国移民法第214条 它规定了 凡是申请美国的B1B2 F1J1 这四类签证的申请人呢 必须证明自己没有移民倾向 但加拿大其实并不是这样 很多人其实是受了加拿大美国的影响 然后把这件事情也造搬 也照搬到加拿大的身上 在加拿大的移民法里面呢 它明确规定 加拿大移民法第22条 它明确规定 即使你这个签证申请人 有移民加拿大的意图 甚至已经在办理加拿大的移民了 你在申请旅行签证的时候 只要证明自己 你的旅行目的是短期的 你完事之后是要回国的 你只要能证明这一点 你还是可以申请旅行签证的 所以在加拿大移民意图和旅行签证申请 这两个事情 它其实是并不冲突的 这件事情 我再就顺便讲一个比较有趣的故事了 一个真实的案例 有一对中国夫妻 家里有两个小孩子 一家四口人 他们申请了加拿大的海洋省的省提名移民 省提名的移民交上去了 交上去以后 他们其实是要求到那个省去考察的 海洋省一般在加拿大东部 相对比较偏远的地方 他们要求去那个省去考察 所以他们就给自己办了一份旅行签证 也都办出来了 也都挺顺利的 在入境的时候闹出了一个笑话 他们是中国的春节期间 也就是二月份 二月份去坐飞机 飞机降落到多伦多 他们要入境 然后转机 再飞往海洋省 二月份的时候 在入境的时候 机场的CBSA警员就问他了 CBSA的警员 他的工作其实就发出人类的终极提问 就是你是谁 你从哪里来 你要到哪里去 这一家四口 他们其实心里也比较紧张 我们拿了旅行签证来了 但我们已经办了移民了 我们移民意图会不会被识破 我们有了移民倾向 还能不能让我入境 所以他们家就说了 我们一家四口 我们是来海洋省去旅游的 他这个话一说 其实CBSA的警员就已经笑了 或者说他已经忍不住 要憋不住了 为什么呢 他们肯定知道你这话是假的 因为很简单 第一 二月份 在海洋省 那个地方下雪 基本上 积雪有一米深左右了 那个时候是没有人去那里旅游的 第二 二月份的时候 天寒地冻 连海洋省的当地人 差不多都有一半 跑去美国佛罗里达晒太阳去了 你一个中国人 一家四口 第一次来加拿大 你去哪不好 你偏偏去那个海洋省去旅游 所以这个说法显然是不合理的 也靠不住的 那他的这个说法就被识破了 还好呢 这个CBSA的警员 他也见多了 他并没有因为这种说法而刁难他 或者说让他们遣返 而是告诉他们 你们不用担心 我知道你已经申请了移民了 你即使有移民倾向 我们还是欢迎你来的 欢迎你去你未来的家里面去看一看 所以其实加拿大的海关 或者说CBSA 在很多时候还是比较温和的 或者是比较客气的 就来仔细讲一讲 申请旅行签证的时候 你到底在申请阶段 也就是提交材料 获得签证 和这入境的环节 到底要注意什么 为什么我说要讲两个环节 因为即使你把材料交上去了 大使馆给你护照上贴了签证 你有了签证也不能保证 你可以入境加拿大 因为在入境的时候 CBSA的警员会盘问你 他会如果说他对盘问 觉得不满意 他是有可能也有权 当场遣返你的 所以即使有了签证也不保证 你可以顺利的入境 那么在申请旅行签证的时候 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你要明确的 告诉大使馆 去告诉移民部 你这次来的目的 你是来干嘛的 你是来旅行的 你是来开会的 那么在提交材料的时候 你应该尽可能完整的去提交一个支持 或者证明你这个目的的材料 比如说你来旅行的 那么你来旅行的话 你就要交一份行程表 这个行程表 其实是越详细越好 什么时候飞机 什么时候来去哪个景点参观 该买什么文票的 然后做什么样的境内的航班 怎么样转机去什么地方 等等等等 进程详细 甚至以天或者说以半天为单位的 一个非常详细和合理的行程表 这样有助于证明你的行程目的 有的人比较偷懒 他的签证其实是跑去携程 或者这样的一些中介记录代办的 这些中介记录往往都是大量的套模板 甚至有的人的模板也不合理 比如说他的模板上写了第一天 飞机降落到温哥华 然后第二天去多伦多旅行 多伦多旅行完了 第三天跑去颁服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这三天 其实全部是在路上的 这样的一个行程 显然是不合理的 那开会 如果你是来商务考察 你是来开会的 那么你要证明你是来开什么会 你这个会议是否有邀请函 或者是否自己购买了会议的门票 你参加的如果是行业会议 那么你的行业会议和你自己的工作 是否有比较高的吻合度 如果说你在国内是一个做电子商务的 你跑到加拿大的某个中部农业省 去开农业绿色种植会议 那这件事情显然是也是不合理的 虽然说签证官或者CBSA 不会因为这个原因直接不让你入境 那它肯定会增加对你的盘问 那你问着问着问多了 说不定就出事了 所以说在准备阶段 你的出行目的要有一个非常详细 非常完整的证明 好我是来旅游的 我是来开会的 这个时候你签证也贴上了 你入境 在入境的时候 CBSA的警员 我反复我反复说过CBSA的警员 会给你发出人类的终极问题 三个问题 你是谁从哪来到哪去 那你入境的时候 除了回答好这三个问题以外 你的自身的这个你带的行李也好 包括你的这个自身的准备 肯定要跟你的出行目的相匹配 我见过有的人被CBSA请进小黑屋的原因 什么呢 他人来了 这个一家四口也是一家四口 然后这个人说了 我是带了一家四口干嘛来呢 我来开会 我来开一个为期三天的 什么什么商务工作会议 但是我把老婆孩子都带着了 然后进小黑屋 进小黑屋的时候 大家注意可能很多人没有这样的经历 进小黑屋的时候 是行李认真起来的 好了 到了小黑屋CBSA一看 好家伙你开三天的会 你带了差不多八大件行李 这会是夏天开的 你把冬天的衣服也带着了 你把锅碗瓢盆也带着了 那你显然不是想待三天嘛 那这个在入境的时候 你所表现的这个对问题的回答 包括你所带的这个行李 一定是要跟你的出行目的相吻合 或者说这个事情必须合理 你不合理 他就会招致更多的盘问 就有可能出现更多的问题 有的人说我来旅游 那我带着数码相机没问题吧 没问题 我带两个数码相机吧 也没问题 因为你是摄影爱好者 带一个笔记本电脑 那显然也没问题 我要拍照 我要上网 我要处理照片 然后有的人说 那我带一个商用的打印机行不行 这就不好说了 因为他们就有可能会怀疑你 你只带一个礼拜 你带一个20公斤的打印机来干嘛 那这个事情就又无法 做一个合理的解释的时候 往往就会出问题 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就是你的出行目的 在申请的时候就要讲清楚 在入境的时候 你的行为 你的举止 你在的行李等等等等 也要跟你的这个目的相匹配 否则就会出问题 好那第二类我讲了在怎么证明自己 tires to home country 这个翻译成中文叫做 跟你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离 这是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你跟祖国的联系如果很强 那么显然你留在加拿大的意愿就很弱 往往在申请 这个事情更多的是在申请旅行签证的时候 移民部的签证官会重点考察的 他会看你交上来的材料 他会其实像一个天平一样 他会去衡量 你跟中国的联系多一点 还是你跟加拿大的联系多一点 你加拿大都是有职系清楚 那显然你会增加你对加拿大的联系 而如果你的车子房子 老婆孩子工作 父母长辈 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在中国 那显然你跟中国的联系会多一点 那在交申请材料的时候 其实大家很多人喜欢做网上申请 网上申请 它是有一个固定的模板的 你叫填种这样的表格 那表格里面 往往会只是收集一些初步信息 比如说让你讲你的工作经历 你的教育经历等等等等的一些情况 然后有些时候 还会让你上传一些银行的流水 但是大家注意 在移民局的网站里面 它有一栏 叫做Customerized Information 就是你自己提供的信息 这个地方千万别忽视 除了说移民局格式化的信息以外 你可以通过自己补一些材料 来证明你跟你的祖国存在的紧密的 不可分隔的联系 那这些东西包括什么呢 其实你要证明的是一些物质和情感上的联系 所谓的物质 就是说我的一家一当 我的钱 我的车子房子 动产不动产都在我的祖国 我要是留在加拿大 这些东西就都没了 所以说这些东西是影响你促进你回国的 这是非常显然的事情 那家庭关系 比如说你的父母 妻儿兄弟姐妹 甚至你可能有了小三或者私生子 这些东西都算 你尽可能在材料里面写明白 我在我的祖国有大量的情感的 这个亲属的 这种这样的紧密的联系 社会关系 比如说我是某个社团的领袖 我在某 我是某个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 都可以往上写 因为这都是你的联系 其实并不仅仅是 列一个车子房子工作 就这么简单了 有多少写多少 因为你给的越多 你跟祖国这边的联系就越重 而加拿大这边就会越清 所以移民局的官员 他是被要求去衡量这两方面 就像天平一样 他要去衡量这两方面 到底哪重一点 你尽可能往中国这边加东西 那么会极大的增加你的签证通过的可能性 其实很多人会忽略一点 你在交材料的时候 你还可以说 我在祖国有一个宠物 比如说我家里有一条狗 或者有一只猫 这个宠物我养了十几年了 我出国的这两周 我是把它寄养在宠物店的 我一定要回国 去把它从宠物店里接出来 不然它就有可能会被卖去火锅店 那你要是在签证里面写了这样的一句话 并且附上相关的证明材料 证明这个宠物是你从小养到大的 我相信某种程度上也是会打动签证官的 所以我想说的是 在证明自己和祖国的联系的这一点的时候 并不仅仅是网上面经常说的那些 动产不动产工作学习 除此以外 任何你能想到的 你跟祖国有联系的事情 都可以往上写 这里面是不存在任何限制的 你多写了 移民局也不会因为这个把你拒钱了 你少写了 反而对自己不利 所以有多少写就写多少 第三个讲的是intent to leave Canada at the end of the visit 就是你这个旅行完成之后 你得有回去的意图 这个意图怎么证明 在申请签证的时候 你就需要提供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过往的旅行记录 你看我以前去了美国 我也回来了 我以前去了欧盟 我也回来了 凭什么我去了你加拿大 我就不回来 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明点 就是过往一些发达国家的旅行记录 如果你没有的话 其实对你的申请是挺不利的 你还可以证明说 我是7月份来加拿大 我待两周 我8月份在中国 有个特别重要的会议要参加 这个会议是我们工作上特别有关系的 或者说8月份 我的母亲过生日 8月份我有一个手术要做 在你旅行之后 在国内可能或者必须发生的一些重大事项 你也可以列出来 你告诉移民官 你看这事都已经安排好了 我不回去肯定是不行的 某种程度上对你的申请也是加分的 在入境的时候的话 其实有些时候CBIC的警员会问你 说你有没有订回程机票 有的话给他看一眼 其实如果你订好回程机票的话 在入境的时候 一般情况下 CBIC就不会太刁难你了 你可以给他看看你手机上的行程单 或者说打印出来一个航空公司的行程单 都可以 好 我讲了这么多 包括你的旅行目的 你的怎么证明跟国内的联系 以及怎么证明你行程之后要回国 这三点包括讲的一些细节 其实是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旅行签证申请和入境的成功率的 我这里还整理了一个清单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看 这个清单来自于加拿大的政府网站 CBIC的警员他在盘问你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有着问题清单的 这个就是CBIC警员的盘问清单 你如果说第一次来加拿大心里没底 或者说你来加拿大你想待的时间长一点 想待了三个月四个月或者说等等等等的 你自己可以看看这个问题清单 然后尝试着回答每个问题 如果你能够很清楚的回答 并且提供非常合理的证明材料 来证明自己的情况 那么通常情况下在入境的时候 他们是不会太刁难你的 好我们讲讲很多人在很多人喜欢做DIY 在DIY的时候 在IRCC的网站上面去申请旅行签证 网上有大量的攻略了 就是你要填一个调查问卷 然后给你出一堆表格 怎么样怎么去填 我相信这个 我就没有必要在视频里面做太多的重复了 有一点我是需要特别强调的 强调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是第一次申请旅行签证 加拿大的旅行签证 并且你是考虑着近期或者说在不远的将来 就要办移民的 这个时候你申请旅行签证 你就要把它视为移民的第一步 为什么这么讲呢 其实这里有很多过往的案例 或者说一些真实发生的情况 由于申请旅行签证的随意 导致了后续办移民出问题 我举几个例子 很多人办旅行签证并不当回事 交一两千块钱让中介去办 中介填表他其实是随便填的 他乱填的 他甚至可以给你杜撰一个工作经历 但是中介交上去的材料 是会存在移民局的数据库里的 那当你这个身份 当你这份护照再去申请移民的时候 你说我申请的是雇主担保移民 那你就要提交一份工作经历 对吧你申请的如果是企业主 或者说投资移民 你要证明你的企业管理经验 这时候你发现你傻眼了 你移民的你真正的工作经历 和你旅行签证时候交上去的那份工作经历 是不匹配的 也就是说你的资料前后出现了不一致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很多人说没关系 我就跟移民的时候 跟移民部 跟移民局的签证官解释一下就好了 我说我前一份签证其实是中介办的 他们是乱写的 我等等等等等等 有用吗 我的答案是不一定 为什么呢 因为在西方的这个诚信社会里面 当你的前 当你前后说法不一致的时候 对方就会想 那我凭什么相信你这一次的解释呢 也许你上一次那个信息是真的 这一次你因为要办移民 而提供了假资料 那这时候呢 在他们眼里你的credibility 也就是说你的可信程度 你这人的信誉就已经打折了 在这种情况下 移民局的指导意见里面 包括法院的在审判案件的时候 当一个人他的credibility出现问题的时候 你要获得一个想要的结果 或者说你要获得通过的话 其实就比较难了 所以说呢 如果你要打算办移民的话 在申请旅行签证的时候 一定要打起精神来 千万不要出现刚刚我说的问题 那这里有几个细节 第一啊就是说 要保证真实性和一致性 前后信息的一致性 第二呢如果说 你在申请加拿大旅行签证的时候呢 他们都会问你 你有没有其他国家的拒签经历 这个事情啊 其实跟我前面说的移民倾向 也是一个以讹传讹的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担心 哎呀我以前被美国拒过 我以前办欧盟签证的时候 也被拒签过 所以我一定不能造成加拿大 我被拒签过 那么我在回答那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就隐瞒了 这隐瞒会有什么结果呢 第一你百分之百会被拒签 第二呢其实你隐瞒了 对加拿大来说 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 加拿大 美国 新西兰 澳大利亚 英国 这五个国家呢 他们的签证信息是互通的 也就是说 你在被任何一个国家里面被拒签过 你被美国拒过 你被英国拒过 你被日本拒过 你去加拿大 他们都可以一下子就看到你 以往的这个拒签记录 所以你要隐瞒拒签记录 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 这样的一个举动 它甚至会导致你 在未来五年里面都无法再次进入加拿大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一定不能隐瞒拒签记录 第二呢 一定不要隐瞒犯罪记录 在申请签证的表格里 移民官会问你说有没有之前被逮捕 或者说被法庭定罪的犯罪记录 这个时候你需要提供真实的信息 有些情况下 其实你年轻的时候 可能有些小头小摸或者打架斗殴 这种往往第一它不会留下案底 第二它也不会对签证产生影响 有些情况下 比如说酒驾 醉酒驾车 那会导致你签证会被拒签的 有些可能你入狱的时间在半年以上 或者说两年以上的判了有期徒刑的 那也会导致你签证拒签 但是不一定 因为如果说隔的时间比较长 5年以上或者10年以上的话 往往它在签证的时候 它会综合考虑你的情况 但是如果你隐瞒这个记录 没有在申请签证的时候披露 你曾经有过犯罪或者被定罪的记录的话 那么100%是会被拒签的 并且你会留下一个虚假陈述 英文叫做misrepresentation 这样的一个记录 这样的当你被移民官认为你是做了虚假陈述的话 你可能导致你未来5年都无法入境加拿大 我这个要讲的是一个叫做submission letter的东西 那这是什么呢 就是在申请签证的时候 除了交一堆表格之外 在移民的网站上面 它有一个栏目 前面我也说了 就是customerize information 在这里面你可以上传一个word文件 这个word文件 其实就是你写给移民官的一封信 在这封信里面 你除了讲你是谁 你到旅行的目的是什么 你可以把你表格里面填的 包括你所有的 你认为你和你的祖国非常联系紧密的事项 签证决定之前综合权衡 我是否有足够的回国的意图 那为什么要写这封信 为什么要写这句话呢 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历史的 因为在过去有很多人被拒签之后 就司法复合到联邦法院去做司法复合 那么法官在很多判例里面 在很多审判的例子里面 他要求他白纸黑字 在法官的判例里面写了 说移民官在做签证决定的时候 必须全面的考虑申请人提出的所有的事实 然后在做决定的时候必须权衡 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说白了写这封信 某种程度上就是给移民 给签证官挖一个坑 他在做拒签决定的时候 他需要在他们的内部系统里面 写下拒签的理由 这不能简单的说 这个人有滞留的可能性 这个人工作经历有问题 这个人以前没有去过发达国家 他不能就这么简单写 他必须把你所有的给的信息 进行综合的分析 分析完了之后 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 说白了他要写的小作文的 而且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他写的东西也不一样 那么当你提交了submission letter以后 你写了那么长一个清单 也就是说移民官要拒签你 那么他写的内部系统里面 他写的小作文也要相对来说 比一般的要多写一点 因为你这已经明摆着拉开架式了 给他撑的挖好了 他真的要拒你的话 就必须每一条都分析 你的工作情况是为什么 你的资金情况是为什么 他要把你列出来的所有 让他考虑的事项逐一的分析 然后写出来权衡以及得出结论的理由 说白了 这个其实是让签证官拒签你的工作量增加 那很多时候 在一些模认两可的情况下 他往往也就一点就把你给通过了 所以说写这个submission letter 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工作 这个submission letter 它又叫做cover letter 网上面是有很多模板的 如果你英语不是特别好的话 其实也没关系 主要就是把你所有你认为 跟祖国联系紧密的事项 拉清单 拉完了之后 说请签证官充分考虑 我列出来的以上事项 在做出决定之前 请综合权衡 句号 最后我想讲的一点是 当你申请旅行签证 并且近期之内就已经准备移民的 我会强烈建议你在申请旅行签证之前 因为那个签证材料里面 会要你填你的过去的经历 你的工作经历是什么 你的学习经历是什么 很多人其实填旅行签证的时候 比较随意的 他时间可能有一些左右 不是很清楚的 就随便填一笔 我建议 因为为了确保你的旅行签证的材料 和你移民的材料是严格一致的 那么甚至在填写旅行签证的表格之前 我会建议一个家庭的 特别是主申请人 做一份自己的简历 这个简历里面 包括就像我PPT上面写的 包括你的个人背景 包括你的工作经历 从大学毕业以后 每一份工作经历完整 连续不断的一个过程 当中不能有空档 比如说你可能休假三个月 你可能半年失业在家 你可能请了90月的产假等等的 这些东西都写进去 要有一个完整的 从你毕业以后到现在的一个 工作经历的一个履历 在每段工作经历里面 你是给谁工作的 你的雇主是谁 你的工作的性质是什么 你的工作范围是什么 你的大概的薪资收入是多少 每一段都写的非常的清楚 非常详细 如果你是企业主 如果你打算做的是投资移民 你除此之外 你还要写作为企业主 你什么时候投资或者参股 或者成为一家公司的股东 成为一家公司的法人 然后你手里有多少家公司 每家公司什么时候开始持股的 到什么时候结束 整个过程是什么 每个公司的行业经营范围是什么 也整理一个完整的清单 这样它可以保证你在上传旅行签证的时候 其实你就可以参考你这份简历 使得旅行签证里面写的时间节点 你的工作的描述 具体的一些关键字 不会在未来你提交移民申请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信息的不一致 或者说前后时间不对等等的 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 好今天就讲这么多 下一讲我会跟大家介绍 如果已经获得了旅行签证 现在一般性旅行签证都是10年签 如果获得了旅行签证之后 拿了这个10年签 到底在加拿大可以待多久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